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了这个出胜的四十八大愿 那佛夫萨他们在因例当中发愿之后 那必须要有所追加的这个行为 不会说只是发愿 然后就等着 看看愿什么时候成就 不会的 他们必定会创造种种的善业功德 来迅速满这个愿 这是必然的 而所谓的创造这种善业功德 大致上可以分为几个层面 第一个就是不断不断的硕硕发愿 我们第一次发愿 等于是在我们的心当中种下一个种子 但这个种子你必须要不断去 不断去这个熏起它 加强它的力量 那这个时候就要硕硕发愿 包括这个对本身的这个所发的这个四十八大愿的试愿 要硕硕的意念 而且还包括对种的菩提愿 要常常不断的去意念去加强 这是第一个 总的来说 要发不断不断的硕硕 不断的硕硕是意念这个菩提示愿 还有意念这个本愿 第一个 加强愿力 第二个就是要加强个人在情节上的工资 然后在生生世世的无穷无尽的生命当中 不断的积功累得 这样才能够满之前所发的这种这个大愿 所以就是两个 要不断不断的去熏悉 不断不断积累 所以更是的话 重复立誓是要 就是这个前面所说 就是刚刚讲第一个 这个要就是说 对于前面所发的愿 要后面要不断说说的意念 发愿 这当中分了两段 心一 立誓 字邀 福瑟斯尔封了两段 仁二人 这个仁义当中的字邀 字邀就是自我邀请 义沙誓愿 并且这个自我邀请 看到这个文 若高阿难 尔时法尚比锈说死愿 以以记诵约 我见超诗愿 必至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使不成等觉 这个是一种很坚固 很坚定的一种信念 就是说法弹比丘说了48大愿之后 接着在心中发起一种坚定的思念 首先他说我建超市愿 这个48大愿是超出一切世间的这个愿 这个愿是特别的殊胜 我们看我们透过前面所说的 所介绍这个48大愿内容 这个法身功德 净土功德 名号功德 真的是三根虎辈 一顿全收 这个是超过一般 这个一切的世间 一切的这个愿 也可以说这个48大愿当中 也总设一切佛菩萨的愿 这个愿愿都是在度众生 这种广大的悲心 那这个就是超市愿 特别殊胜的这种试愿 必至无上道 因为有这个愿力的这个加持 那必定会引导我去向无上菩提 代表就是说我这个愿是非常真切 力量非常强大 那有这个力量的牵引 那一定能够让我这个去向无上菩提 那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正确 那反过来说 我生生世世 要不断不断的努力 难满我的愿 那么如果这个愿 有不满足的话 那我就不成就正确 所以我们看到阿弥陀佛 现在已经成佛了 那我们就可以知道 48大愿 全部都是可以兑现的 种种的不可思议的这个试愿 都是像大愿往生 往生之后 这个都是不退转 这个超过四方的这个佛徒 这样的殊胜的境界 都是可以兑现的 因为这个法上比丘 现在已经成佛了 所以试愿不满足 事不成正确 关键点我们顺便说一个问题 你看佛菩萨都会立下个大愿 然后都会说 如果这个愿不满足的话 我就不成佛 像地藏浪菩萨发愿 地狱不空 我是不成佛 然后或者这个 这个普玄荷运品里面讲 虚空皆尽 虚空皆尽 中生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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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生烦恼尽 我是愿望 无有从尽 这个愿 虚空我尽 但是我愿是无穷的 那你看 在这当中 你看像地藏浪菩萨 他说 如果地狱不空的话 我就不成佛 但是事实上地藏浪菩萨 都已经成佛了 但地狱还是没有 就我们凡夫众生来说 地狱还是没有空 还是很多的众生 在地狱里面受苦 那为什么 地藏菩萨 他发这个 发这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的愿 但他还是成佛了 然后虚空有尽 那我愿无穷 那虚空无尽 那么众生无尽 那这个佛 这个浮贤菩萨的愿 也是无尽 那么虽然无尽的愿 但是他事实上 他也成佛了 这为什么 可以从事根理 这两个角度来说 从事相上来说 就像前面讲的 我愿超是愿 必知无上道 佛菩萨在阴地里面 建立这种殊胜的愿力 那因为这个愿力的引导 这个愿力的推动 然后他必定会 静静的去修行 激功累得 那等到功德圆满 然后他自然然 就会成佛 这个跟这个地域本身空不空 没有直接关系 从这个缘起上来看 地域空不空没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 成佛的关键就是什么 就是破这个无明祸 这个无明祸破尽 那这个菩萨就成佛了 当这个菩萨 他因地里面建立这种广大 而坚定的誓愿的时候 他就能够构成一个强大的力量 这强大的力量 就引导菩萨一直往 成佛的路上走 然后到最后 不管菩萨他是不是 想要成佛 那么有这个力量的推动 他自然然就能够破一些杖 当一些杖破除之后 他自然然就成佛了 所以因果乏而如是 所以这个发愿 是很重要的 不要说我这个愿 我做不到 我就不敢发 不敢发的话 这个力量不决定 力量不决定的时候 那种推动 居上无上普提的力量 也就不决定 有的人说我业障很重 这个大愿我不敢发 事实上 这个发愿也不是说 马上就要做到 像地狱不空 施不成佛 也不是说发愿之后 马上地狱就要空掉 也不是啊 也是要深圣事实不断的去积功累得 当我们发了这个大愿之后 这个愿对我们来说 就对我们来说 就会有个 这种策划的力量 我们后面会讲 因为这个大愿会推动大恨 那你为了满这个大愿 你必须要发起大恨 来推动 来满这个大愿 那如果发个小愿 我就是尽量把人 人道做好就好了 我把人做好就好了 然后最后就这样 算了 这个愿小小的愿 那这个小小的愿 面对这种 染污的境界的时候 这个有时候其实 它那种对峙力是有限的 所以我们发这个愿 要发大愿 好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从事项上来讲 好 那这个因果法而如是 必然的 必然的人就会去向 成佛的这个结果 第二个就理上来说 像这个地狱不空 世物神佛 就我们凡夫众生来说 这个地狱是时有的 是不空的 但是就这个十方诸佛来说 地狱的本质 是毕竟空性 那与十方诸佛的净土 无而无别 十方净土也好 那么十方地狱也好 它本质是无而无别的 都是由我们 这种正念心所显现 一念心成佛 一念心地狱 成佛的是正念心 那么到地狱的 也是正念心 但是我们现在只是说 理论上我们知道 理论知道 但是我们还没有办法真正的 证得这种毕竟空性 当菩萨能够证得这种毕竟空性 真正能够证得 地狱与十方诸佛图 无而无别的 这种十相离体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理上来说 地狱就空了 地狱空 当然也就满他的愿 那么这个成佛 所以这个菩萨的试愿 都是非常的广大的 这个是必然的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也说 试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那就为了满这个愿 我必定要生生世世 去奇功雷德 来满足这个愿 因为这个愿就是为了度众生 就像成佛也是为了度众生 所以如果这个愿不满足 那么成佛 对菩萨来说 那就意义不大 所以他就是很急切的 要满这个度众生的愿 那这个以上是约了佛的 这个自受用的功德 来立下自我的邀请试愿 那接着呢 底下约了这个十方诸佛 共同的立他的功德 来立起试愿 我亦无量节 不为大事处 普济诸贫苦 事不成等觉 我自成佛道 明生闻事方 究竟明所闻 事不成等觉 我无量节来 如果不能够做大事处 普及一切贫苦的话 那我事不成等觉 也就是说我成就等觉之后 要做的事情 佛后普贤行 要做的事情 实际上也是仍然不断的度 无量分的众生 那我们知道 法大比丘现在已经成佛了 所以我们看到之前 我们看到这个48面当中 所说的这个境界 这个众生无尽的境界 你看 单单 极乐世界单单 这个人数 人数中最少的身闻的数量 而且是 阿弥陀佛成佛以来 第一次说法当中 第一次说法的法会当中 的身闻的数量 那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 这个不可思议的多了 那这个无量无边的 这个P之佛 共同去算 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众生 都变成P之佛 有广大神通 一起来算 那也 有究竟也算不清 初会当中 人数最少的 身闻的数量 那什么叫大施主 这个就是大施主 对于这个十方的一切众生 都是不舍 不弃舍 发起这个广大的寺院 然后同志希望 我成佛道之后 民生能够超十方 那就像前面这个第十七 大院所说的 是我得佛 十方诸佛 持我名号者 是不成正觉 看一下这个证文好了 第十七愿 是我的佛 十方诸佛 无量诸佛 不惜之间称我名字 不取正觉 不惜之间 深深的赞叹 称我名号 那我是不成正觉 那就是这个地方所说的 民生超十方 究竟民所闻 民就是无 究竟无所不闻 所以你看阿弥陀佛 这个确实也是民生超十方 你看我们这个 在这个说佛世界 很多人都知道阿弥陀佛 他不管信不信佛 他都知道阿弥陀佛 我们觉得好像 以前觉得好像 好像很 很没什么特别的 但现在想想 确实也是不容易 从古到今 不管他信佛不信佛 他都知道 这个人信佛的 都是信阿弥陀佛的 很多都是这种 普遍这种概念 都是念阿弥陀佛的 都是这种普遍这个概念 那这个代表什么 确实阿弥陀佛跟 这个众生的缘 特别的深 好 再来看到第二个 这个顺求 所以顺求就是 随顺十方诸佛 然后而求 跟十方诸佛 一样的功德 顺他们的功德 而来求 首先是略说 再广说 先看略说的部分 你欲身正念 敬慧修凡恨 自求无上道 围住天人士 好 那这个地方也是 也是这个 祈求啊 好 祈求就是说 这个十方诸佛都是这样的 因跟果 希望我也能够 跟十方诸佛一样的因 一样的果 因为跟十方诸佛一样的因果 才能够像十方诸佛一样 成就 然后度众生 离欲身正念 敬慧修凡恨 这个是十方诸佛的因 离欲就是戒 身正念就是定 敬慧就是慧 十方诸佛共同的因 成就的因 就是戒定慧 以戒定慧来修 清静的凡恨 然后 有这个戒定慧的基础之后 就是 自求无上道 为诸天人事 这个就是果 这段是略说 略说十方诸佛的因 就是戒定慧 果上就是 为诸天人事 底下广泛的举 这个佛的功德 那么希望我能够 随胜于十方诸佛的功德 看这个 首先第一个 佛的教化众生的功德 神力演大光 普照无忌徒 消除三共鸣 鸣记众恶难 开吕智慧炎 灭此或盲暗 闭塞诸二道 通道善去门 这个是佛陀 教化众生的功德 这当中首先是第一个 深夜的功德 深夜的功德就是 佛陀以这个神通力 神通力入于这个三昧 演大光 演大光就是 放出 放出这个光明 在三昧当中 放出光明 就演大光 在三昧当中放出光明 普照无量无边的佛图 这是佛的深夜的功德 尤其在佛陀在说法之前 特别都会以 这个三昧力 入于这个三昧力 然后呢 以这个三昧力的推动 放光 或者从头顶放光 或者从眉心放光 或者从这个手足放光 甚至有的从脚底放光 各有各的这个 各有各的表法不同 那有大智慧的菩萨 看到这个表法就知道 佛陀再来要讲什么样的法 比如说佛陀从这个四肢放光 就代表说佛陀再来要讲就是 要一些这种实修 特别偏向的实践 实修的法门 就像手脚运动一样 那佛陀在说法之前放光 就是除了这个表法之外 再就是要射受众生 射受众生就是说 这个众生的心都 众生的心都着相 如果说佛陀说法之前 放光 众生的心就可以得到射受 得到条柔 为什么 因为 第一个 看到佛说法前面放光 就知道 这个不是个普通的人 像现在很多的 很多人看到 看到某某修行人说 他会放光 他是圣人 就这个意思 事实上他不见得是圣人 但世俗人就会看到 这个人放光 就觉得说 这是个圣人 不是普通的人 这时候就有恭敬心 有恭敬心的时候 他在听法 就容易相应 第二个 这个光明 这个光明是一种智慧的前向 光明就是智慧的象征 佛放光明 显现了佛的智慧相状 然后再来佛的光明 看起来很庄严 众生都是着相 众生看到这个庄严的相 心中就会随着这个相而转 就能够得到这个射受 有这些种种的因缘 所以佛在说法之前 都会放光 这个就是神力演大光 普照无极图 佛陀说法放光 其实不只是说 只是照一个佛徒 他会骗照整个法界 当然有缘的众生 就能够感应到这个佛放光 而听闻这个佛说法 佛说法声音也是一样 声音也是遍满整个法界 有缘的众生就能够听闻 这是深夜的画他的功德 口夜画他的功德当中 消除三垢民 铭记中恶难 三垢就是三毒 贪生是三毒 破除贪生是三毒的黑暗 能够铭记 铭记就是开险 开险救济 一些生死恶难的众生 那这个单单就着破除 贪生是三毒 这个地方是偏向于 以小圣的教法来教化众生 第二句呢 开陛智慧眼 灭死昏芒暗 那开陛智慧眼 灭死昏芒暗 那么这个地方是偏向于 以大圣的教法 众生开示误入 佛的之见 必射诸二道 通达三去门 这个堵塞众生 驱往三个道的这个门 然后反过来 通往三善道的门 把它打开 引导众生 能够趋吉避凶 不要入三个道的门 那这个是偏向于 仁天的教化 那么这三句都是 属于口业的教化 说法 度众生 那么以上是 举佛的 教化众生的功德 接着呢 再来举佛 自受用的功德 工作成满足 威耀朗十方 日月己重灰 天光引不现 这个工作 功德还有辅助 成就满足 这个就是工作成满足 希望意思是说 这个十方书佛都是一样 功德 这个功德还有辅助都满足的 那么希望我跟十方书佛一样 功德辅助 也是满足 为什么菩萨他在发愿 要成就佛的这种功德呢 圆满的功德呢 这个还是因为菩萨大悲心 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想要射受众生 你一定要广大的智慧 广大的神通 广大的威德力 才能度众生 像我们现在度众生 有很多的困难 为什么 因为我们智慧不够 我们也没有神通 甚至这个身心的看能心也是有限 这个辅助 福德力有限 对众生的影响力有限 现在说真正要度众生 也只是说 这个学习菩萨道 然后在这当中 极之参尽 也只能说这么说而已 但是所以说 想要度化众生 那就必须具足广大的福德 广大的智慧 还有具足中的善才方便 那只有佛是圆满的 所以为了要度广大的众生 所以必须要具足广大的资粮 所以要成佛 是这样的 菩萨成佛 是这样动机 那我们想想 我们成佛动机在哪里 我们成佛动机 是不是只是说 觉得三界很苦 很苦恼 然后呢 所以我想要成佛 这个条约太大了 三界很苦恼 所以我想要成佛 其实很多小马 可能是偏向这样子 我想要成就 然后不再有这个苦恼 不能够跳脱三界 能够破一些无名 然后我能够成佛 我们有时候比较偏向 这个自受用的这个部分 我这个能够破除剑尸祸 破除成杀祸 破除无名祸 然后我能够 究竟智慧究竟圆满 福德圆满我能够成佛 但是我们跟这个当中 跟众生的关系 不是很大 所以 所以就是说 真的要发起菩提心 他就是要有这个善巧方便 而且要不断说出了讯息 善巧方便就是说 菩提心的教授 所以菩提心的教授 要去讯息 那发起菩提心的时候 才能够成就大圣的法器 成就大圣的法器的时候 才能够 我们听完大圣的佛法 才能够真正的成就 这个大圣的法 这个大圣的法意 才能融入我们的心 就像有的人他说 他看到这个极乐世界的功德 他觉得看起来是不错 然后也是很庄严 但是没什么感觉 为什么 因为说实在 如果我没有打算度众生的时候 极乐世界再怎么好 好像也不一定要到 也不一定要到这么好 就像我说 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有千万的豪宅 是不错 不错是不错 但是我也不是说 非得去住千万豪宅 不可 我住普通房子也是可以 能够遮风避雨就好了 如果说我们今天 反过来说 我们今天真的是为菩提道 求生净土 发了菩提心 而求生净土的话 这个极乐世界对我们的吸引力就很强 你看四十八愿 月面度生 里面讲到 这个持佛密号的功德 持佛密号的之后 对我们行菩萨道的功德 这个上次讲的四七谈利益 欢喜生三颇 破额入礼 四七谈利益 乃至往生净土之后 在净土 念念成就三不退 然后上求佛 可以迅速的上求佛道 下化终身 这个满足我们大悲的利益 如果说我们内心真正的 这种菩提心的力量很强的话 极乐世界对我们吸引力 那就是很大 因为在那个地方 我们会发现说 那个地方可以迅速满菩提院 如果我们只是说 这个我现在只是很愚痴 然后长了很多 很苦恼 所以呢 我想往生极乐世界 那么菩提心力量不是很强 那这个时候 其实极乐世界 对我们的吸引力 其实还是有限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不再轮回而已了 那至于说 其他的利益众生的功德 往生极乐世界之后 可以迅速满菩提院的功德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是 有跟没有一样 那这个极乐世界对我们的射受力 那就小很多了 所以 这个成就大圣 要寻求这个发菩提心的善巧 而且不断不断训习菩提心 这个很重要 不只是念阿弥陀佛 这个发菩提心的善巧 和菩提心的坚固 这也是很重要的 这个刚刚讲到就是工作成满足 也是因为大悲的缘故 然后威药朗师方 这个是讲佛的功德 佛的功德的这个妙用 这个威德 造药 这个造药师方 那这个威德 这个威德主要指的是什么 神力眼大光 菩提心无际土 在这个光明当中 深夜放光 深夜放光 那口夜说法 然后在这个地方接着说 这个深夜放光当中 威德照药照亮 是朗照十方的 这个是说这个光明 是遍满整个法界的 然后日月极重灰 或者应该讲众灰 就是说这个极就是长的意思 收长 众灰 我们讲如果讲众灰 就是说他这个灰就光灰 这个日月很强大的光明 也被隐藏不现 就是说在佛光照耀之下 日月的光明再怎么灿烂 也是隐藏不现 像后面经文有说 在佛光的照耀之下 日月的光明 有如巨墨 就像黑炭一样 一边是佛的光明 一边是日月光明 像日月光明我们觉得很灿烂 太阳光明很灿烂 我们无法直视 远远超过太阳的亮度 前面讲的光明的广大 照耀之方 光明的殊胜 灿烂 超过日月星辰的光明 那么在这种广大 而灿烂的光明当中 前面讲说法 消除三共明 年纪重温暖 开比智慧眼 乃至于道 通达善去门 这个地方讲到说法 其实事实上就不只是口语的说法 包括光明本身就在说法 十方诸佛都是一样 接触到十方诸佛的光明 都是身性柔软 那么身性柔软 然后可以使众生 可以得到不同的利益 四季坛不同的利益 接着再举佛画他的功德 为众开法杖 广施功德保 常遇大众众说法事之后 前面佛放大光明 照耀十方 光明又非常殊胜 放光之后 就是为众开法杖 这个法杖可以解释说 这个佛的十二分教 佛的大小胜的经论 无量变的佛法 可以称为法杖 也可以举这些法杖当中的体 什么呢 就是如来杖 这一切的法杖 都是在诠释如来杖的庙里 只是说法不同而已 为了使众生开始侮辱佛乐之见 佛乐之见就是法杖 就是如来杖 为大众 以种种的善杞方便 来开启法杖 广施功德保 这个法杖就是功德保 他能够成就一些的功德 他本身就是功德保 因此之故 常于大众当中说法是之后 佛菩萨说法称之为是之后 那么为什么说是之后呢 无畏说 不会有所畏惧 佛陀说 佛陀说这个是世间因果 这个什么是因 什么是果 决定不会错 那么佛陀说 世间的实相的理 是什么样的理 决定不会错 因此 因为这是他亲正的境界 不会错没有 所以就 就犹如世之后 无畏说 比如说我们今天 我们透过佛法修行之后 我们知道拜佛 对这个身心很好 对身心的调生调心 唱会业障特别的好 这个时候我们为大家讲 这个拜佛多么的好 这个时候就无畏说 因为这是我亲正的 我的经验 如果说你自己本身拜佛就不得力 我劝人家拜佛多么好 自己讲自己心都虚了 所以我只能说 这个经典怎么说 那个某某人他拜佛 怎么怎么样的 这个讲得就讲得这个底气又不足 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亲正 亲正根本质跟后德质 所以说法 这个无所畏惧 而且决定 那个就是狮子吼 那同时狮子吼就批语说 像狮子一吼 那个小狮子 欢起雀跃 然后一些动物 听了就是心惊胆燃 那么这小狮子就批语菩萨 然后这个百兽 就其他这个百兽批语一些天魔外道 菩萨听到佛陀诗之后 欢喜雀跃 那这个天魔外道听到佛乐诗之后 就没心胆燃 这个诗之后 这是佛陀 利他功德 放光 说法 那么为众生开眼 众生自信本具的如来藏 这个法藏 那么在说法的时候 决定说 无畏说诗之后 那么法藏彼丘说 希望我未来成佛之后 我也能够如是如是的 来为众生 来说法 其实法藏彼丘 他在佛 他在世之在往佛前 从前面赞叹佛的这个颂文 还有他发了四十八大院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历世自邀的这些 这些文字 我们都可以拿来自己用 不只是法藏彼丘的愿 我们看的 不只是说 我很欣赏 我很赞叹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要拿来学习说 希望未来我也能够 礼遇甚至念 敬回修反恨 知求无上道 为读天人士 我希望我也能够做到 你不要想说 我业草这么重 讲的话我很虚 你要这么想 他就是没办法了 这个佛陀说 发菩提心破除魔障 为什么我们现在 卫章业障很重 因为我们我很重 我之很重 我们不但原来 我们的身心世界 然后因此我们我之很重 那么我之很重 所以会带动很多的烦恼 烦恼会带动很多的业障 货也苦不但不但地搅动 当我们发菩提心 等于菩提抽心 菩提抽心我们发菩提心 我希望未来也能够 礼遇甚至念 敬回修反恨 知求无上道 为读天人士 而且不是我今天发 我也是常常发 就把这个法杖比丘这个颂文 历史之要的颂文 不断不能在心中颂念 我为了这个原因而求神净土 然后不断不断地求佛的因 十方诸佛的因 十方诸佛的果 不断不断学习法杖比丘来发愿 像我们跟阿弥陀佛同步 对吧 你说跟阿弥陀佛怎么结缘 阿弥陀佛他因地怎么做 我们的取他怎么做 包括后面的发愿之后怎么行 他怎么行我们就怎么行 就像我以前在家族看过 日本人写的长篇历史小说 德川家康 日本德川家康这个书 听说日本人 有些日本商人很喜欢看 为什么呢 德川家康 他就是一个从很小很小的诸侯 本来快被人灭掉的一个诸侯 然后到后来不断不断的 在这个总统纪元当中 不断不断的求生存 然后求生存接着 接着慢慢慢慢的 就能够茁壮 然后最后变成幕府将军 这个统一全日本 这整个过程 为什么说日本商人 他会特别喜欢这个呢 我看那个序言里面说的 他说日本商人 他们在面临这个商业决策的时候 他都会想 如果德川家康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会怎么做 这个时候就是换位想说 如果我是德川家康 或者德川家康 来到这个事件 他会怎么做 不断不断的意念的时候 就可以得到 他在那个 他在生命历程当中的经验 的这个帮助 的那种加持 当然我们不是 意念德川家康 这个对我们来说没有意义 那通常道理 我们意念阿弥陀佛 不只是意念阿弥陀佛的果德 我们同时意念 阿弥陀佛的因形 因地的行为 他因地怎么发愿的 发四十八大愿的过程 从战佛开始 发愿的过程 发愿之后他做什么 发愿之后 他不是坐在那边等着成佛 发愿之后 他就是硕硕的力士自邀 然后硕硕的后面讲的激功累德 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是意念的 不然无量修行说这么多做什么 直接讲他发四十八大愿之后 结果成佛了 经过无量修行之后 结果成佛了 那就好了 说这么多过程就是要让我们去看 一方面了解 这个法杖比丘成佛的过程是多么的艰辛 多么的困难 再一方面也是 也是让我们去学 去学习 然后去意念 法杖比丘因地怎么行 那我们就随着法杖比丘的脚步 一步一趋的跟着走 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 不是等到断气那个时候才去 才意念 才跟着走 我们现在就慢慢的去想着法杖比丘 从因到果 然后一步一趋的 一步步的跟着往前走 所以刚刚讲到这个法杖比丘 这个力士自邀 他这个希望 这个跟十方诸佛一样放光说法 施之吼这些的 最后在从明自得 就是说希望成就十方诸佛 自受我们的功德 供养一切佛 具足众德本 愿会其成满 得而三界雄 那这个想到说 佛从灾回因成果的过程 供养一切佛 具足众德本 这个是福德 供佛可以成就 这个广大的福德 而且是一切福德的根本 也是一切功德的根本 所以具足众德本 然后愿会 吸尘满 那这个是智慧 智慧的功德 的成就 所谓 愿会 就是说 依止这个会 而发起这个愿 就像普贤慧品里面所说的 文殊势力勇猛制 普贤慧恨 亦复然 文殊势力勇猛制 这个指的是什么 是文殊菩萨的大愿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愿 必须要有这个智慧的抉择 才能够发生的发起这个愿 而且是这个愿能够兼顾 比如说 一个人如果有智慧 他就能够超越神性的障碍 而能够勇于发愿 能够发 这个行菩萨大的愿 成佛的大愿 他就勇于发愿 一个人没有智慧 他就不敢发愿 就像以前我听那个慧心老法师 他讲经的时候 他讲个例子 他说 他劝个老菩萨说 你要往那极乐世界 要发菩提心 到那边成佛 老菩萨说 我不敢 我不敢去 我怎么敢成佛 我业障那么重 那个老菩萨说 我只想到极乐世界去 帮阿弥陀佛扫扫地泡泡茶 他的愿就是 就这么小 阿弥陀佛需要 阿弥陀佛需要你扫地泡茶吗 这不需要的 这个为什么呢 智慧很重要 你发菩提愿 有智慧的话 就敢发愿 发愿之后 这个愿能够兼顾 也要智慧 因为发愿之后 你要去满这个大愿 大恨满这个大愿 那这过程当中 你怎么样兼顾你的菩提愿 面对挫折的时候 怎么样菩提愿不倒 这都叫智慧 不是靠in order 这个我发愿 一定要拜 这个多少拜 然后突然天气降温 降到十度以下 那个等天气暖和再说好了 这个天气暖和 暖和一点 我再开始好了 这个最近 天气不太好 那这个就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愿 的这个兼顾 必须要有这个智慧 所以成为愿慧 愿慧 吸尘满 这个是智慧的功德 所以得为三界雄 有智慧之良 有福德之良 所以成为三界雄 的这个佛陀 如佛无外智 通达米不照 用无功德力 等子最深尊 如佛无外智 佛陀有无卓智 有无外智 无卓智就是佛的根本智 清正法身根本智 那么无外智就是佛陀的后德智 在根本智当中所发起 照料法界 这个种种差别向的后德智 成佛是做什么 我们刚刚讲的成佛不只是说 我成佛是为了破除烦恼 当然成佛是为了破除烦恼 但是为什么要成佛破烦恼 还是为了大悲 为了成就佛后苦闲心 为了成就 这个广大的智慧自良 广大的无外智来度众生 所以希望我成佛之后 能够有十方 就像十方诸佛一样 成就无外智 通达法界 米不照料 十法界的实如是 三千性相 百界迁如 一念当中 彻底照料 能够通达 通达事 通达理 米不照料 这是佛的无外智 佛的这种假观的智慧 这种厚德智 这种自在 愿有功德力 等此最深尊 这个是 这个总结 总结前面的佛的自受用 跟地台的功德 也就是说 希望我发这个四十八大愿之后 那么我未来能够成佛 未来我成佛之后 能够像诸佛一样 能够有以上所说的自利 跟地台的功德 这个最深尊就是佛陀 所以我们刚刚讲 我们要学法上比丘 来发愿 其实在无量寿心当中 无量寿心的这个修行的宗旨就是发无上菩提心 一向专业无量寿佛 在无量寿心当中有很多发菩提心的教授 包括这个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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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士之邀 你不断不断送念 去思维观察 这个就是不断不断的 在增长我们的菩提心 包括什么 这个 散佛记啊 这个 这个也是 发起菩提心 还有四十八大院 思维观察 这个是发起菩提心的 善巧方便 还有后面很多的开示 在无量寿心当中 有很多的这个善巧的教授 可以帮助我们发菩提心 你当然不一定全部都拿来用 你觉得哪一段特别的相应 就把它意识在心中 像前面 无量寿心前面不是 这个 法当比赛不是发愿吗 假使生子诸苦独中 我心静静 忍中不悔 我那时候看到这段话 我觉得非常的好 就把它特别写下来 放上书桌前 常常去意念这句话 不管怎么样的身心的苦闹 我心静静 忍中不悔 安忍 终究不悔 好 下课